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刚吃了那个老蒸鸡的鸡腿 结果我买来的时候坐下来 我才发现它有一根头发 肯定是它做的时候 就是放在下面的炸掉的头发 但是我的新闻名锐性不是很高 所以我没有录视频 然后去找他们换鸡腿这种视频 不过我等一下我觉得还是有必要 到店里面给他们看一下照片 我的照片是要拍的 等一下去看看他们怎么给我个说法 老曾记是新加坡比较出名的生产那种油炸食品的 然后像它的炸鸡腿我觉得不错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咖喱饺 但是我在新加坡经常吃他们 但是这一次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你看这么大的炸过的头发 就是我刚才没有拍视频 我刚才在犹豫要不要吃 我还是想算了算了还是吃掉吧 所以我把它吃了 然后现在拍个视频 我准备把这两个头发带过去 给他们看一下 我也不指望什么了 就是希望他们下次工作的时候 能够认真一点 我住的地方就在后面那个拐角的地方 然后那个老曾记就在那个地方 就在那个MRT地铁站的旁边 所以走路的话从我住的地方到那里 也就一分钟两分钟 我中午没有再去 是因为当时可能快下雨了 另外一个是我正好想等着 2点到5点钟 这个打折的时间段 他们有那个咖喱饺的促销 就是买三送一 我在想如果他们态度不错的话 我就买那个咖喱饺 因为本来也是中午我想吃的 只是因为我去的时候太早了 然后那我们现在就看看他们 这根头发他们会怎么样给我个答复吧 还在这里吧 头发 然后我会用这个相机记录一些画面吧 我就放在胸前 但是尽量不要拍到他们人吧 免得他们自己有什么麻烦 现在我来测试一下 今天中午我买了一个有头发在里面 我买了那个炸鸡有头发 炸鸡我只是过来告诉你们了 我就告诉你们一下那里面有头发 没关系没关系 谢谢你 没事没事 然后在中午的时候十二点左右 那个另外一个你去看看 可能吧 反正就这个炸鸡里面两根头发了 所以你们要你们要check一下 ok anyway 没事没事没关系 然后我现在买那个puff是买三送一对吗 送一是送这个咯 开压啊 开压 ok 一个咖喱饺好了 然后一个chicken mushroom 你们那个麻辣没有呢 没有了 没有了 你再来一个沙丁好了 沙丁 对 三个 买三送一人 对 然后再送一个开压就好 那就是一颗的四块八 刚才我去了店家那里 然后店员也很礼貌的跟我道歉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到这里为止吧 我觉得下次店家应该在食品把控的时候再多注意一下细节 然后我们买东西的人呢也应该在打包之前仔仔细细的检查一下 这样售卖双方都用点心尽点力就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然后除此之外 老曾记真的是挺好吃的东西 一家店 所以如果你们有来新加坡的话 一定记得尝一尝 然后 就是 如果你有同样的经历的话 麻烦你留言一下 我们来聊一聊 看看 你是怎么处理这种情况的 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 另外今天是星期五 也是劳动节 所以祝大家周末愉快 祝大家所有劳动者 劳动节 节日快乐 我们下个视频见吧 我忘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咖喱饺长什么样子 咖喱饺就是这个样子 像饺子一样的 看 这样子看 然后现在我是不能摘口罩的 如果摘口罩吃东西肯定是要被罚的 因为这样是违规的 但是不妨按我把它塞到口罩里面 嗯 嗯 嗯 真的不错 一定要试一下 这种一个是1块8 所以差不多 9块钱人民币 但是很值 啊不对不好意思啊 1块6 所以差不多是8块钱人民币 嗯 我觉得很值得 因为你吃两个就饱了 然后话不多说啊 再见 咖啥 как 干預先 坐 鲁 我 那 还 可 。